双腿结之后 妻子每天烧香拜佛 致我去死 当我质问时 他恼羞成怒 你废了这辈子已经毁了 跟着你能过什么好日子 妻子嫌弃我是个残废 却似乎忘了这双腿 是为救他才贪的 后来他选择丧夫亲手了结我 在他惊骇的目光中 我笑着迎接死亡 老婆你的噩梦开始了 你一个废人 为什么要跑出来给我添腕 谭月看到我没有欣喜若狂 反而一眼烦躁 我知道他怕人笑话 怕人说他的老公是个残废 可接送他上下班 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已经坚持了整整六年 我紧紧握住轮椅松开 又握紧反反复复 良久才从副驾驶 拿出一束花递给他 勉强露出笑 老婆今天是你生日生日快乐 谭月眼里闪过惊喜 有些不自然的结果 抿了抿嘴 我很喜欢谢谢 我心里好受了些 打开颈盒拿出项链 笑容温和 这是生日礼物 给你戴上吧 车祸后 妻子尽心尽力照顾我 虽然有时会忍不住 冲我发脾气 但无论怎么暴躁 也没提离婚的事 我心存感激 特意准备生日礼物 给他惊喜 谭月愕然地看着项链 白皙的手 不由自主俯上驳梗嗨 还是退了吧 我嘴角的笑戛然而止 这才看到妻子 白进的驳梗上 挂着一条做工精美 样式新颖 是当下最时尚的金项链 一看就知价值不菲 我颤生问谁送的 以妻子精明的性格 是不会在金市最高价时购买的 谭月听后却变了脸色 她将花狠狠砸在我身上 面肉寒霜 食言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当牛做马一样伺候你 过生日 买个首饰犒劳一下自己 都不行吗 忽如其来的质问与怒火 让我愣在当场 辛苦挣钱就是用来花的 妻子想买什么 我从未阻拦过 也没有任何怨言 我打心眼认为 就算穷 也不能苦了自己的女人 她能把余生交到我手中 自然要好好珍惜 滚吧 从今往后 都不要你借我自己回家 她满脸嫌恶转身时 一脚将玫瑰采得稀烂 我看着离开的背影 死死钻着项链 谭月说谎了 那日我去周大福 分明看到她与一个男人 一前一后进去挑手 是男人 是神累 是我曾经的竞争对手 也是如今的死敌 谭月走后 我开车回家 为出行方便 我重新学习 申请了C5驾驶证 刚到家 便看到撒了一地的饭菜 这是我花费三小时 才做好的 就这样被糟糕了 我沉默不语 拿起扫把清理干净 才扫完阳台上 传来谭月的谭月的谭骂声 食言你将衣服收拿去了 总是随便乱放你 成日无所事事 这点事都做不好 真是个窝囊费 她四处乱撞 将东西摔在地上 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看着乱曹操的一切 我不由握紧全手 被截去小腿后 我很快学会了生活自理 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样样都行 虽然谭月总嫌弃我做得慢 却没再多说什么 只不过将家务活都推给了我 其实做多做少我没意见 以如今的处境 妻子没提离婚 你是对我最大的仁慈 见我一声不吭 她似乎更生气了 冲过来就是一顿胡乱推扫 你脚没了 难道嘴巴也被毒哑了 忽如其来的力道 让轮椅瞬间失衡 我狼狈地摔在地上 顿时腿上传来一阵撕裂的痛感 我知道这一刻 才惊觉自己似乎将妻子宠坏了 当年谭月在众多追求人中 唯独选择了我是有原因的 她说你虽然条件不好 但体贴入微处处照顾我 这是其他人不具备的优势 我相信你以后会有出息 会让我过上好日子的 这番话让我铭记于心感动了许久 现如今不图钱 只图真心的女人太少了 我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后来我努力做到了 房子车子票子都有了 可她的心似乎没有被填满 反而像之巨兽被养大了胃口 这段日子总感觉骨头缝里沾腥的疼 疼痛越来越剧烈 不得已驱车到了医院 医生盯着片子看了许久 最后叹了口气同情地说 是骨癌晚期情况不乐观 我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好不容易接受了现在的自己 活得像个人样 此刻却被告知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何其残忍 我拿着检验单浑浑噩噩出了医院 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如坠深渊 我想活 可医生却说 希望不大让我控制好情绪 或许可以活得久一点 但谈何容易 人痴无骨杂粮 悲喜不由人 之前我总是告诫自己 遭受厄运时犹如人生重启 要有重新来过的勇气 如今全都破灭了 一手烂牌再也打不出王炸 我拿出手机看着父母仅存的照片 心中酸涩不已 爸爸死于骨癌很早就过世了 妈妈继劳成疾没多久也走了 现在又轮到了 我像躲不开的命运 关于病情 我私存着该如何告诉妻子 自己宽要死了许久 才鼓起勇气拨通了号码 电话刚接通 还没来得及开口 谈月不耐烦的声音传入耳中 食言你是不是闲得淡疼 以为别人都像你那样无所事事吗 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没空和你瞎扯 我待在原地 差点忘了自上次事后 我与妻子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她总是借口公司忙 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来 洗完澡倒头就睡 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我知道她还在生气 还在等着我去哄 哄得她心花怒放 我张了张嘴半天才吐出一句 老婆我生病了 病了和我说有什么用 我又不是医生自己去医院 我现在没工夫说这些 电话啪的一声被挂断 我紧紧攥着检验单又缓缓松开 或许这个时候 她真的很忙我转动轮椅准备回家 却迎面撞上一对男女 他们举止亲力地宛如一对夫妻 是谈月和神磊 我的心瞬间向湖中 砸进一颗石子 惊起千层浪 原来妻子所谓的忙 是陪同别的男人来医院 晃神间我一头栽下台阶 狼狈地如同丧家之犬滚到了地上 你 你没事吧 谈月神情慌张地扶起我 又急急忙忙解释 沈哥与我练习打羽毛球时 摔伤了手我才带他过来看看的 沈磊盯着我轻笑 只是擦破了点皮 可月月不放心 非要陪我来医院你别介意啊 他话虽这样说 可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脸色难看紧紧抓着裤腿 沈磊曾是妻子的追求者 还差点成功上位 是我半路截狐破坏了他的美梦 当初得知谈月喜欢打羽毛球 我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练习这项技能 最后我们打成平手 让他另眼相看 才顺利成为他的永久搭档 我能娶到他 这是必不可少的加分项 然而遭遇车祸后 我再也不能陪他一起跳跃 肆意挥洒着汗水一起倒地大笑 这项运动再也无法胜任了 就像丢失了重要筹码 一切变得不同 我在谈月生硬的脸上停留了几秒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装作满不在乎地说 你也知道月月心善 对谁都一样兄弟你别多想 神磊的目光落在我腿上 嗜笑一声随意打了个招呼走了 我心中恼怒却又毫无办法 直到男人的身影消失在镜头谈月 才收回目光 他皱着眉头问你哪里不舒服 我没回答推着轮椅慢慢向前 还记得发生车祸 躺在医院休养时 谈月累珠子滚了满脸 他应验得承诺老公 以后我再也不去求偿了 谁也取代不了你的位置 那双枯红的双眸游在眼前 满腔的酸色还在胸膛里肆意翻滚 可才短短两年 长达六年的搭档都能被取代 是不是丈夫的身份 也要拱手相让我不由深思 自从发现妻子与神磊关系不一般后 我便留了个心眼 这才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有篡改的痕迹 原来谈月的内衣早已换成了大红色 要知道他以前只穿浅色 他的手机也设置了密码 以前他总嫌麻烦 打死也不弄 还有无论多晚 他都会敷面膜水润润的 容貌比从前更艳丽几分 诸多蛛丝马迹处处透露着不同寻常 我知道妻子恋爱了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 那张明媚张扬的脸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死命抓着头发克制自己发疯 没有证据一切都是揣测 既然如此 那就给他们制造机会 我目光幽深看着照片上笑叶如花的女人 月月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清明节我说要回趟老家 谭月轻描淡写 你家人都死绝了 让邻居替你耍目 反正我不回去 我沉下脸像陌生人一样盯着他 以往从未发现妻子竟会说出如此恶毒的话 先前得知我是孤儿 立即心疼地抱着我说 你再也不是孤单一人 我会永远永远陪在你身边 还承诺每年会陪我一起回老家扫墓 可自我出事后 他再也没有主动提起过 我没看他一眼转身就走 生怕没忍住 给他一记耳光 从家里出来我开车去了附近酒店 进入房间马上打开笔记本电脑 盯着屏幕等待猎物上门 前几日我让人在家装了监控 想看看到底是一心作祟 还是妻子爬墙了 大概等了半小时 沈蕾的身影出现在家里 两人一碰头瞬间滚到了一起 干柴烈火的上眼火春宫 我目睹心爱的妻子 被别的男人搂在怀里随意蹂躏 心脏像被人紧紧攥在手中 痛到无法呼吸 心中的那丝侥幸心理 在这一刻破灭了 你老公腿残了 那玩意还好使吗 是不是不行 无法重振雄风了 沈蕾一边问 一边做着活塞运动不知道 谭月喘着粗气 病变的发丝紧贴在脸上 难耐地咬着唇瓣 我面目猙獰 一拳砸在桌上 她当然不知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与谭月 过夫妻生活了 每当我想做点什么 她都扭扭捏捏 推推嗓嗓 就是不让碰谭月 说实言我做不到 她无法面对我裸露在外 整气切断的双腿 车祸两年 她手刮两年 比起我遭受的创伤 她似乎更需要心理医生 你离婚吧 跟着我过 中途休息时 沈蕾提出建议 谭月满脸无奈 她是为了救我 财产的主动离婚 会被人戳几两骨 到时候别人该怎么看我 原来如此 怪不得她对我的态度 一落千丈 温柔不在 原来早就想离婚 却碍于人言可畏 才一直拖着媒体好 可真好 我又目冲血一拳 砸在墙上 鲜血四处飞溅 染红了一世安宁 他们又聊了许久 最后沈蕾说实在不行 将人弄死 现在有很多法子 能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 网上一查就知道了 谭月手一抖却没反驳 我知道她心动了 我满目英智 盯着这对狗男女冷笑一声 想弄死我就要做好反事的准备 从酒店离开后 我回到老家 请人将父母坟墓重新修缮 祭拜时 我跪在坟前哭了好久 六岁丧父九岁丧母爷奶 也相继去世 村里人都说我是不祥之人 他们既可怜 我却又不敢靠近生怕被我克死 所以当谭月释放出一点点温柔时 我便如同得到了救赎 拼命抓住这根稻草 往上爬期望得到更多的爱 可惜我以为的救世主 却是裹着毒药的蜜糖 临走时 我找堂哥聊了许久 才返回家中 谭月见到我的刹那神情 有些慌张 他不自然地将发丝 别置而后这么早回来 往常不都是去好几天吗 我不动声色 推着轮椅往卧室走 事情已经办好了 刚到门口 却被挡住了去路 谭月笑得勉强 食言之前 你都不来我房间的 是这样没错 但偶尔也有心血来潮的时候 尤其是看他一脸紧张的模样 更要一探究竟 想到这心中不由一领难道 我一把推开他 冲了进去房内的一切 却让我目自欲裂 浑浊的气味 凌乱的被子满地揉成团的纸巾 宣告着荒唐的一切 看来妻子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好很好 我将被子狠狠砸在地上 额头青筋抱起 谭月面色大变声音尖锐食言 你在说什么鬼话 当初你为了救我 才变成这样的我 怎么可能狼心狗肺 做出背叛你的事 你不要成天疑神疑鬼行不行 我沉默地拉开窗帘 煞时阳光落在脸上 却没有感到一丝温度 只觉冰凉刺骨 我曾发过誓 这被会对你不离不弃的 谭月的态度忽然软了下来 泪眼婆娑地 蹲在我面前一脸认真 我抬起他的下巴粗利的指腹 磨缩着细腻的脸颊 依旧明媚动人 却再也不是我熟悉的模样 我目光很利 反手给了他一巴掌 女人的誓言就是个屁 丢一块肉给狗吃 还知道摇头起尾 他却满口谎言 当年在十字路口车子 撞向他时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不能让他受伤 所以毫不犹豫地 将他推开那一刻 我不后悔 可现在我却为自己感到不值 老公今天是我们 结婚纪念日庆祝一下 谭月笑页如花 举杯向我示意 我端起酒杯 喝了一口面带嘲讽地看他表演 上次给他一巴掌后 他并没有回娘家哭诉 此后也不再随便乱发脾气 对我几乎有求必应 这一次更是亲自下厨 炒了几道我爱吃的菜 如此反常行为 是因为妻子怀孕了 不是我的种 他想爬床 将野种栽到我头上 让我当替罪羔羊 这是我在手机里 监听到的消息 昨日 谭月惊慌失措地 打电话给野男人 问怎么办 沈磊笑开了花 笨啊 和你老公睡一觉不就行了 到时候说是他的孩子 这样不仅能给我养儿子 还能继承他的财产 一举两得 谭月果真听进去了 像个贤妻良母一样 对我温柔如水 我端详着杯中酒 压抑住心中的滔天怒火 妻子不仅给我戴绿帽 还听成肩肤的指挥 想谋去我的一切 真是好算计 如果不是我暗中留意 恐怕死后真被他们得手了 老公 我们要个孩子吧 这样往后还能多个人照顾你 谭月有些醉意 他一拖衣服 一边往我身上扑 我眼眸深沉 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语气森然 你不是说暂时不要孩子吗 关于孩子的问题 我与谭月争吵过无数遍 他说 孩子生下来 没人带 而自己又不想丢掉工作 与社会脱轨 我向他保证只要熬过三年 孩子上幼儿园后 我负责接送 平日也会帮忙带孩子 但他不听 为了家庭和睦 最后我妥协了 毕竟 比起孩子 我爱的女人更重要 可我的纵容 让他肆无忌惮 将我当成傻子一样耍着玩 我们年龄也不小了 要个孩子 你赚钱会更有动力 谭月在我身上四处点火 一副沉沦的模样 但平静的眼神出卖了他 我知道 他始终过不了心中那道坎 即便假装很享受 僵硬的身体却骗不了我 他不愿意 我也被恶心到了 想到这 威夷用力 将人从身上拽了下来 你什么意思 谭月不可置信地跌坐在地上 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拒绝他的求欢 没兴趣 我不是五大郎那个蠢货 闲脏 谭月如遭雷击 视线落在我高高的裤裆上 似乎不明白我都这样了 为什么还能忍住 当然能忍 导国小电影那么多 一搜一大把 随便找个动画片也能让我释放 何必碰一个身心都不干净的女人呢 食言 这是你婚内该尽的义务 谭月咬牙切齿 脸上一阵清一阵白 我没理他 还记得之前想滚床单时 他毫不留情地拒绝 你都这样了 还满脑子的黄色废料 要不要脸 人有七情六欲 又不是吃斋念佛的和尚 为什么不能做点享受当下的事 当初他对我不屑一顾 现在如数奉还 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骨头锋里像有人拿锥子 敲石头一样 痛得想发疯 医生说如果住院治疗 还能拖一段时间 可住院也只是等死 还不如做点想做的事 我不想自己死得毫无价值 老公 你瘦了很多 是不是生病了 谭月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眼神莫名 我推着轮椅往外走 笑得意味深长 一点小病 别担心 我能活到七老八时 陪你白头到老 他的脸顿是黑了 这些天妻子很焦虑 因为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眼看快藏不住了 再等下去 只怕会东窗事发 我现在需要加把火 请君入瓮 你线上店铺倒闭了吗 怎么不给我钱 谭月见我要出门 拉着不让走 我笑得开怀 你不是说我瘦了吗 最近想开了 钱少挣点没事 命只有一条 往后不如咱俩AA 各花各的 说完地给他一张 披过的体验单 表示自己很健康 之后每过二个月都去体验 务必活得长长久久 还强烈要求他明天一起去 看看身体各项指标 是否合格 谭月听后 苍白着脸 连连后退 表示自己不需要 生怕暴露怀孕的秘密 最近 信用卡预期的电话 打得有点凶 全是找谭月的 为避免麻烦 我直接用堂哥的身份证 重新办了张卡 耳根一下清静了 谭月却跑来质问 你卡里那么多钱 为什么不能帮我还 我摊了摊手 表示无能为力 说好的 AA 再说那些钱 是我们的养老金 不能动 以后还是省着点花吧 抄钱消费 又没本事还 何必呢 控制欲望 提前做好规划 才能规避风险 没谁可以让你依赖一辈子 即便是枕边人 谭月从我这里 扎不出一分钱 脸色像吞了口苍蝇一样难看 我眼里全是冷漠 我要逼他 逼他做出选择 谭月的信用卡还了 谁给的钱不言而喻 至此 谭月对我的态度 越来越恶劣 我一点也不在意 反倒出门旅行 吃喝住行 都是最好的 行走不方便 索性雇了个壮汉照顾 不仅包吃包住 还包完 在外面玩得潇洒 远离了糟心事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我的放纵很成功 成功地让妻子端来一碗 夹了料的白粥 他抖着手 根本不敢看我 老公 吃过饭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最近你总是发热 食欲也不怎么好 我知道 他想要我死 正好我也撑到了极限 疼痛如十八层地狱中的酷刑 日日夜夜折磨我 折磨我的肉体 折磨我的精神 每时每刻都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我强撑着端过碗 在弹月紧张的目光中 喝了一口 味道有点甜 像热恋时 他抱着我说 老公 今后我只爱你 白粥嚼到最后 却又像绝情的他 很苦很苦 我放下碗 不动声色 月月 你将小熊拿过来 本想自己拿的 奈何身体不争气 全身骨骼像错位一样 疼痛难忍 胸腔如同堵捉一块棉花 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网友们说 有些骨验患者日日哀嚎 痛得直撞墙 恨不得立即去死 我也是 但不敢死 只能硬生生熬到现在 这一刻我等了太久太久 你又不是小姑娘 要什么娃娃 弹月嘴上虽然这样说 却满足了我死前愿望 他知道这是奶奶生前 给我买的最后一件礼物 很重要 破旧娃娃摆在正前方 黑悠悠的眼睛 像黑洞一样注视着我们 我一口一口吃掉白粥 只觉眼皮越来越重 失去意识前 我笑着问 老婆 如你所愿 我要死了 开心不 他惊骇的像见了鬼一样 看着我缓缓倒下 我死了 死得悄无声息 是在睡梦中死去的 灵魂飘着 身体却如同被一根 无形的线拉扯着 无法离开 弹月呆呆坐在床边 眼里没有一丝情绪 只是身体止不住地发抖 他选择丧夫 亲手了结我 应该很开心吧 总算死了 沈磊刻意压低声音 兴奋地一拍手 可我心底害怕 渗得慌 弹月紧紧抓着双手 一张脸毫无人色 慌什么 做都做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只要不露出马脚 谁会知道 沈磊的话 让他得到了安抚 当天就联系了殡葬馆 要拉我的遗体过去火化 这时 堂哥却来了 得知我死了 立即质问 弹月胡乱编造 说是因为我长年熬夜 突然猝死的 堂哥没有怀疑 他知道我开了间网店 总是日夜颠倒 接单发货 再拼命挣钱 得知缘由 堂哥失声痛哭 拼命打自己嘴巴子 我为什么不早点来看你 好端端的怎么就死了 弹月听了 吓得跪坐在地上 以为自己做的恶事被发现了 他嘴唇动了动 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 最后 抱着肚子发出一声惨叫 堂哥才发现他怀孕了 立即从悲伤的情绪里抽离出来 喜极而泣 太好了 阿言没有绝后 还有根 弹月假轻轻地跟着落泪 丈夫没了 以后我可怎么活啊 我一阵恶寒 恶毒女人太会隐了 一点也不心虚 心理素质强得可怕 堂哥给我换衣服时 直皱眉头 阿言后背为什么烂了 你是不是没好好照顾他 我沉默地坐在桌上 生命的最后时期 全身骨头仿佛一碰就碎 实在太痛了 我根本不敢动 因为不翻身 皮肉才会烂掉 而那时弹月天天跑出去 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异常 面对指责 弹月晃了 却强装镇定 哥 我怀孕了 实在没那么多精力 堂哥不好再说什么 毕竟 他怀了我的孩子 这是石家唯一的毒苗苗 不容闪失 他却不知道 女人肚子里的其实是个野种 办完葬礼 堂哥拿着我的遗物回去了 临走时 他眼圈泛红 哑着嗓子说 弟妹 你别难过 有什么事来的电话 等生孩子的时候 我让嫂子伺候你月子 阿言虽然走了 但我们会照顾你的 弹月连连感谢 哭得很伤心 我心里五味杂陈 很后悔没告诉他真相 堂哥走后 弹月迫不及待地拿着我的卡 去银行查账 你说什么 里面没钱 一分也没有 听到这个消息 他如同五雷轰顶 差点摔在地上 那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让我乐得呲哑 卡里的钱早被我取走了 一分都没给他留 弹月知道我不会乱花钱 因为我穷惯了 再加上聚安思维 担心往后的生活 平日更不敢胡乱花钱 尽管我一个月不少症 却依旧改不了贫穷思想 总喜欢防患于未来 其实车祸赔偿款 除了后期治疗花到的费用 卡里还有八十万 在得知弹月出轨 想要我给肩夫养孩子时 我已经开始提前布局 怎么可能没有钱 是不是被你们银行私吞了 弹月怒目远征 一副要吃人的模样 他花钱厉害 根本存不住钱 是个月光族 再说八十万不是个小数目 平白消失 肯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 弹月报警了 帽子叔叔过来查监控 确认是我本人取走的 不存在银行欺诈 他傻眼了 从静音模式到嚎啕大哭 只用了五秒 这回是真哭了 弹月因为我残疾 一夜报复 他本来跨越阶层 拿到了一张 进入富人圈的入场券 如今却变成穷光弹 这个结果比死还难受 看着一脸不甘的他 我心里痛快极了 想拿我的买命钱养野种 做梦 弹月颓丧地回到家中 沈蕾两眼冒光赢了上去 钱呢 有多少 咱往后是不是都不用工作 在家躺平就行 弹月像丢了魂似的 难难地说 没了 都没了 沈蕾急了 抓着他的肩膀 拼命摇晃 什么没了 你给我说清楚 弹月怒了 都说了没钱 即便有钱 也没你什么事 沈蕾气急败坏 却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哄他 好好好 钱都是你的 谁也动不了 他根本不相信弹月的话 又开始舔狗式的花言巧语 哄得女人晕头转向 一脸娇羞地倒进他的怀里 见他俩又开始盘腿作妖 我很好奇 当沈蕾知道真相时 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 不顾脸面地讨好 真的很期待 弹月住院了 我将钱取走 又不告诉他 这件事让他很恼火 越想越气 差点流产 只能住院保胎 他在医院待了一星期才出院 刚到家 发现大门怎么也打不开 于是打电话给沈蕾 问是怎么回事 沈蕾没好气 开什么玩笑 昨天我还回家拿东西 你也别太矫情 搞这些有的没的 我在外面忙着呢 挂了 听到这句话 我笑了 他是挺忙 忙着赌牌 自我死后 沈蕾以为能占到便宜 于是辞了工作 天天花样式的哄谈院 没过多久 直接住了进来 两人开始秘里调油 进入热恋期 但远的香 敬的臭 俩人时常因小事 发生矛盾 每当这时 沈蕾便会甩门而去 干脆不回家过夜 这次又因为一点小事生气 没来接他出院 谭月指望不上神类 只能叫来开索将 门材打开 电梯里出来一个男人 一脸凶样地冲上来 你谁啊 这是我家 是不是想偷东西 谭月猛了 反应过来后 挺着肚子说 自己在这住了好多年 周围邻居都认识 胡说 这明明是我家 双方东扯西扯 掰扯个没完 最后 对方转身拿出房产证 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 还想赖 你几个意思啊 谭月可能是想到之前 消失的八十万 脸都下白了 他又一次报警 帽子梳梳来后 调取档案 发现房子早在半月前 已经卖掉了 而转让人就是我 我咔咔咔啃啃着苹果 笑得欢快 哈哈 想不到吧 我死后 他非但没有得到我的遗产 反而失去了所有 钱 房子统统都没了 汽车我也早卖给了二手市场 事情真向大白后 房主也不客气 骂骂咧咧 将里面的东西扔了出来 谭月摊坐在地上 崩溃到石声痛哭 我冷眼旁观 哼 这只是开胃菜 背叛我 谋害我的人 一个都不会放过 他是不是早已知道我们的事了 谭月一脸恐惧 哆嗦着唇问沈蕾 我坐在桌子上 将一颗草莓扔进嘴里 看着简陋的房间 笑得心干颤 谭月被赶出来后 租了一间不到40平米的房子 卫生间小的连转个身都难 狭小的屋子 让他整天拉着一张臭脸 活向别人欠他几百万似的 沈蕾听到问话 不懈地说 呸 那个傻子爱你到发疯 就算贪了 仍没有一句怨言 像他这样的恋爱脑 怎么可能发现 有没有可能遇到杀猪盘 被人坑了 毕竟他脑子不够用 沈蕾分析的头头是道 谭月面容憔悴 眼里全是绝望 他摇摇头 有气无力 不会的 以他对我的了解 当然不相信会被诈骗 但又实在想不通 我无缘无故 为什么要这样做 身为诊编人 你怎么连房子被卖了都不知道 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沈蕾看他生无可恋的模样 终于相信谭月没钱 彻底绝了发财的美梦 毫不客气地对他 我将花生米一颗颗丢进嘴里 嚼吧嚼吧 瞧见他不甘的眼神 心里一阵畅快 前所未有的畅快 哈哈 如意算盘落空了吧 我辛辛苦苦攒钱买的婚房 凭什么给也难忍住 等着曹报应吧 没钱的日子很难熬 谭月怀着孩子 没办法出去工作 只能手心嘲笑 你能不能给点钱 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 他像个怨妇一样歇斯底里 每回要钱 沈蕾要不给个一二百 要不直接说没钱 抠抠嗦嗦的不像个男人 又经常彻夜不归 根本不管他死活 这让他很崩溃 这天 沈蕾好不容易回家 进门就开始翻箱倒柜 将家里翻得乱七八糟 没一会 他脸上露出笑 谭月却疯了 你干什么 这是食言给我买的项链 他跳起来上前抢多 我坐在门槛上 看两人斗法 无言以对 这条项链是他当初不要的 现在倒成了宝贝 真是讽刺 都说凭见夫妻百事哀 谭月与我在一起时 日子过得安稳 就算我残了 也没自暴自弃 在家办公开网店 生意好时赚得比之前还多 虽没有大富大贵 但也没缺一少时 如今他出去买菜 就连几毛钱都要斤斤计较 活着连条狗都不如 短病鬼早死了 你还留着隔应谁呢 拿去翻本 回头给你买个 更大更粗的回来 谭月自然不肯疯狂叫嚣 这是我的凭什么给你 没用的男人 与食言相比 你连他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我真是瞎了眼才跟你 他口不择言 索性破罐子破摔 彻底摊牌了 沈磊听了 怒目圆睁 脸上红得像要滴出血来 他气势汹汹 冲到女人面前 随手一推 见人 我看你是仗着肚子 越发没脸没皮 我可不是食言那傻子 当舔狗似的让着你 谭月根本没料到 男人会推自己 一不小心摔在地上 他发出一声惨叫 很快身下冒出一滩血迹 好痛 孩子 我的孩子 凄厉的哀嚎声 回荡在整个天空 谭月被紧急送往医院 一向淡定的医生 变了脸色 赶紧去交钱 马上进行手术 沈磊苍白着脸 整个人慌了神 求你一定要保住孩子 他苦苦哀求 差点跪下了 赶紧交钱 沈磊抖着手 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 才借到钱 我沉默地看着发生了一切 为了这么个货色 将自己逼入绝境 不知道他后不后悔 谭月醒来后 摸了摸肚子 心如死灰地望着天花板 泪水从眼角滑过 吃饭吧 以后孩子还会有的 沈磊小心翼翼地 将人扶起来 像个孙子一样 扶低做小 谭月眼神冷淡 给我十万 就当营养费 以后各过各地 互不相欠 沈磊自恃不肯 有女人总比美女人强 既能赔睡 又能洗衣做饭 这可是勉强的保姆 她又怎会轻易放手 老婆 原谅我这一次吧 保证再也不赌了 也会对你好的 我依靠在门框上 轻蔑一笑 赌徒的话不能信 谁信谁就要上当 显然谭月也知道这点 咬死了要分开 不和她过了 可惜 沈磊不答应 慢慢凑到她耳边说 你别忘了 食言是你害死的 不想坐牢的活 给我安分点 不然 一此显而易见 谭月难以置信地瞪她 梁九 像双打的茄子 粘了 沈磊见此 像打了胜仗的将军 笑得一脸得意 住院第二日 谭月是被吵醒的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女人 没错 不要脸的贱人 趁自己男人不在家 直接带肩夫回家了 听说人家老公 为了她失去了双腿 真不是个东西 临床家属们交头接耳 指指点点 谭月一头雾水地问 你们在说什么 当然是说你贱 又恶毒 听说你流产了 恐怕肩夫的孩子吧 谭月变了脸色 你胡说什么 没有冤枉你 你自己清楚 众人翻了的白眼 转过头不屑与她说话 谭月再傻 也知道事情不对 她拿出手机 开始刷视频 没一会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我飘在空中 见她满脸苍白 不由笑出了声 看来那些人收钱办事 还挺靠谱的 谭月出轨时的视频 我早已保存 并砸钱让人剪辑视频 配炸裂文字 定时发布到网上 怕流量不行 又砸了一笔钱 务必做到将事情闹大 引发巨大舆论 网络时代 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它可以让人一夜成名 也能让人身败名裂 我知道出轨成本很低 几乎没有代价 社会道德底线 也越来越低 法律是会维护公正 公平 但挡不住 肖小之被钻漏洞 未成年人犯罪 只需进少管所 进行挽救 改造 小三生的孩子 会被世人唾弃 却仍旧有继承权 在社会规则之外 法律也会变得不公正 既然法律无法制裁 那就以自己的方式 手刃仇敌 我不是善人 也不是妈不难 虑了我就要接受反噬的后果 谭月与神磊出大名了 声名狼藉 出去买生活用品 会被人冷嘲热讽 围堵 事情愈演愈烈 对社会影响很大 他们根本没法出门 谭月只能打电话 让娘家人送些物资过来 你作死啊 好好的日子不过 食言呢 赶紧给她认错 丈母娘还是和以前一样泼辣 骂起闺女来毫不留情 谭月大哭 她 她死了 什么 好端端的怎么会死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神磊这时凑了过来 满脸讨好 妈 我真的很喜欢月月 才会忍不住 丈母娘上下打量着她 痴笑一声 谁是你妈 滚一边去 转头破口大骂 死丫头 这么丑的男人也能看上 你也瞎 这时 吃瓜群众中出现惊呼声 大家快看 网上说这个女人 堵死了自己丈夫 有视频为证 此话一出 几十双目光 齐刷刷落在谭月身上 这还是人吗 简单畜生不如 在明晃晃的证据面前 他们彻底慌了 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都怒了 拿出手机转发视频 指责他们是肩负赢负 不得好死之类的话 烂菜叶 臭鸡蛋 更是不要钱的 砸在他们身上 短短一分钟 标题名为 浪荡女公然出轨 又与肩肤合谋 毒死丈夫的视频 迅速登上热搜第一名 视频里不仅有录音 还有作案时的画面 拍得一清二楚 我看着如同过街老鼠的狗男女 心中的那口玉气 终是消散了一分 帽子叔叔来时 围观的群众一哄而散 露出鼻青脸肿 臭气熏天的谭月和神泪 我没毒死丈夫 里面倒的是白糖 谭月不死心的狡辩 她知道一旦被定性 等待自己的僵尸地狱模式 帽子叔叔不为所动 直接将人扣走 法庭上 我居高临下 坐在审判桌上 看着神情憔悴的谭月 心情舒畅 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我处心积虑 不惜以身为耳 一步步精心谋划 等的就是这一刻 开庭几个小时后 法官宣判 被告人谭月判处死刑 神磊有期徒刑八年 谭月瞬间封魔 她癫狂叫嚣 我不服 神磊才是主谋 神磊不甘示弱 破口大骂 贱人 明明是你下毒的 不要栽脏到我头上 谭月眼睛瞪得像同龄 气得浑身发抖 竟然冲过层层阻碍 胡乱往她脸上抓去 你没食言长得好看 更是个窝囊废 拿什么和她比 我就是被你精神控制了 才会鬼迷心窍犯下大错 你放屁 分明是你水性洋花 两人骂着骂着扭打在一起 顿时 场面一片混乱 监狱里 堂哥看着铁窗前的女人 眼里全是仇恨 阿炎回家扫墓时说 想将那只小熊送给我 所以 他死后 我带了回来 却发现他的眼睛 是一枚小型摄像头 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看着愤怒的男人 我沉默了 这是整件事情 最主要的一环 唯有堂哥报警 才能将他们绳之以法 他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堂哥停顿了一会 忽然笑了 笑得泪流满面 他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你还不知道 阿炎已是古爱晚期吧 本来就没多少日子可活 你却等不及 将人害死 真是太心急了 如果稍微对他好点 你的结局或许将会改写 非但不用陪葬 还会得到所有遗产 谭月听到这番话 彻底崩溃 阿 他放声尖叫 整个人的精气神 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石言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好狠的心 他又哭又笑 拿脑袋撞在铁栏杆上 撞得框框作响 鲜血糊了满脸 我飘在空中 收敛笑容 有句老话说 男人不狠 地位不稳 我不仅被戴绿帽 还亲手将刀子 递到他手里 只为复仇 虽然成功了 可这场斗争中 没有赢价 神磊坐牢 谭月死了 我心里空荡荡的 身上的束缚早已消失 却不知何去何从 牛头马面 说我执念太深 暂时无法投胎 说实话 我也没什么遗憾 当初卖房的钱 直接捐给了福利院 卡里的八十万 也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 每月定额打钱给堂哥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这时 前方光运中 女人的身影缓缓出现 是谭月 老公 对不起 他脸上挂着泪珠 一副悔不当初的模样 听到这句话 胸腔里的那股浊气 似乎一哨而空 整个人轻飘飘的 原来是歉一句道歉啊 我深深看了他一眼 转头就走 对不起三个字 只是犯错人 给自己找的借口 没有任何意义 曾经受到过的巨大伤害 早已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永远也不可能 原谅一个屠夫 即便他向我忏悔 周围灰蒙蒙一片 每踏出一步 迷雾便消散一分 渐渐露出山川海岳 我迎着光 走向朝阳 重启新的人生 全文完